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今天这场球 我觉得我们的策略是成功了 可就当然是在最后面的这个战术运用 以及球员的这个技术的表现比较差强人意 不过我觉得今天的冰镜我给他们90分 那我希望我们在往后的比赛能够一场比一场好 接着我们将带您来看看主播的魅力是如何形成的 由中央社及世新大学新闻学系所举办的当家主播校园走偷偷活动 除了请到中央社当家主播夜代职之外 也请到资深配音员林凯玲与大家分享经验 活动中校园主播播播看的单元 直接让学生体验当主播的乐趣 不但能帮助学生累积经验 更能提升未来在职场上的竞争力 好奇校园主播的赛况吗 让我们一块去看看 由中央社与世新大学新闻系共同举办的 当家主播走偷偷活动日前在A201举行 现场邀请多位资深媒体人与同学经验分享 并举办各种活泼有趣的课程内容 让同学体验新闻工作的乐趣 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把这个特别新闻传播 特别数位汇流以后 这个整个新的趋势带进学校 资深驻爱记者林申旭大方与同学分享过去精彩的驻爱经验 以及采访大型运动赛事的趣闻 中央社当家主播叶黛之 也不藏私地将自己的媒体工作经验与同学们分享 如果将来想要走到荧光幕前 最重要就是勇气跟自信 那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参加比赛来磨练慢慢的培养出来的 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学习 不一定要抱着就是一定要赢的心态来 这样得失心会太重 资深配音员林凯玲一开场以小丸子的声音跟同学打招呼 领发一连串的惊呼声 很开心的50分钟吗 好 也大方的教导同学如何将声音表情发挥到淋漓尽致 把严肃的情绪怎么表现出来 你综合了 综合是中间的综 把它综合起来 又把它综合起来 就把它融入融在一起 变成是自己的 最后的重头戏是校园主播播看比赛 报名参加的同学们必须先在主播台上 播报一份随机抽取的绕口令及一小段新闻稿 当天实行的同学表现令人惊艳 让评审们直呼 要从一堆钻石当中挑出一颗最亮的 简直太困难了 多元化的活动内容 除了让同学们累积经验 也能提升未来职场的竞争力 可以说是获益良多 实行新闻 陈子安 孙慧婷 陈寅宁采访 新闻报道